除非經過水及聖神而生,不能進入天主的部門 這個生就是復活的生命,經過水及聖神 我們看到這個舌頭的舌 如同我們剛剛地面讀經所提到的 聖神降臨的時候,如同火的形狀降臨到門徒們的身上 門徒們就開始說取外販畫來,他們本地的畫來 各種不同的族群的話語 使那些外邦人很奇怪,怎麼這些門徒不是他們的族人 各種的國籍,為什麼講他們的話 這樣的舌頭也像是聖神 聖神開始了一個新的生命 在火蛇,在門徒們身上開始了一個新的使命 我們看到舌頭的主要有兩個功用 當然舌頭就是吃飯東西,我們去品嘗 另外一個就是去說話 就我們靈虎的角度而言 那天主也賞賜給我們每個人生命裡面不同的恩寵 不同的境遇 那這些就是帶領我們去品嘗生命 那我們說,如同我們吃的東西不只只有甜點 我們說有酸甜苦辣,各種味道的菜肴 那我們生命也是一樣 在我們生命的各種境遇 我們也有所謂的甘甜的一個逆境的生命 充滿喜悅的一些順境 但是,我們的生命餐桌裡面 如同我們的菜肴裡面 有時候我們有一些酸辣,甚至苦的味道的一些菜肴 那我們生命也是一樣 我們靈魂的生命有時候會經濟到這些考驗 那我們說,舌頭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說話 說話就是,我們除了說一般的人際關係的一些說話之外 我們內心裡面跟天主的說話也是一種表達 那除了內在的一個說話跟人的溝通之外 另外我們說,我們孤傳的使命也是透過我們 真理透過我們去宣講 也透過我們的話語去跟別人宣講 所以我們說,這個復活的活字 在中文裡面,以及我們信仰的生命裡面 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表達 所以我們同樣的 在我們的信友的生命裡面 我們特別今天慶祝聖神降臨節 也再度地提醒我們 是復活的耶穌基督的生命 透過聖神,給我們這樣一個超性的恩寵的生命 我們才能夠以聖神的活水滋潤我們的生命 透過祂的滋潤,給我們不同的神恩 我們一起接觸我們基督的教會 也透過聖神的恩寵 我們有天主恩寵的力量去見證這份信仰 當然我們也知道 我們這份信仰不只適用言語 都適用行動 在我們散步堂,我們的弘神父 以及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常常碰到一些外地來的 我們榮總做醫療的弟兄姊妹們的一些經驗 他們常碰到都會講說 他們在榮總,我們有一組很用心的弟兄姊妹 在榮總住院,受治療的時刻 陪伴他們,鼓勵他們,為他們祈禱 他們發現說,這樣的一個力量 這樣的一個弟兄姊妹們的一個付出 帶給他們很深的一個天主的恩寵 後來我也聽說,有些人本來也不是恩寵 不是教友 透過教友神父們的一個拜訪 天主也給他們一個受洗的恩寵 所以我們看到說 我們這份信仰也透過我們的愛的見證,關心 也讓更多人能分享這樣的一個聲明 所以我們在今天 慶祝聖神降臨節的時候 除了我們恭喜幾位弟兄姊妹 領起見證之外 我們聖堂也會很快的開始這個建堂的一個工程 我們求天主幫忙我們 藉著我們今天的祈禱,我們的聚會 我們的領受聖體聖事 我們的堅證,洗禮等等 再度地喚醒我們 以給我們建立一個恩寵 如同當初聖神降臨的時候 我們求聖神的恩寵更新我們 藉著我們內在的更新 藉著我們的福傳的見證 好